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班洪花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的在這邊跟大家來聊一聊 關於家庭料理 我這十幾年來的一些觀察跟心得 那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我還跟幸運堂一起合作 那我邀請了 下禮拜是邀請了徐仲 就是台灣一個非常優秀的 非常頂尖的一個在世台這方面 爬出了很多的論述 還有跑了無數的 自己跑了無數的產地調查的一個取眾 下禮拜我會跟她一起對談 那我想 我會跟她談關於在世台的 價格跟價值之間的一些對話 然後再來呢 我還邀請了台灣食育協會的 黃兆輝小姐 那兆輝她其實是非常 國內非常優秀的一個記者 從公司退下來 她目前就專注於台灣食育協會 她想要推動台灣的一個飲食的教育 那我也會跟她來一起談飲食教育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今天我先從家庭料理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來做一些分享 那 不過 我今天不會在這邊跟大家談怎麼做菜 怎麼做家常菜 雖然我每天做菜 不過我想我比較希望來跟各位大家分享 在進廚房之前我們可以對於食材有哪一些了解 對於市場的運作可以有哪一些的接觸 那這些都是我自己這幾年來的一個累積 不過會促使我今天成為一個家庭料理的一個研究者 家庭料理的一個食作者 我想一開始 簡單的原因聽起來好像是因為我從我成為一個母親開始 我有兩個孩子 那老大今年已經暑假不後就要升大二了 那小的今年暑假不後就要升高三了 那 所以小孩高中生現在就在屬服 我今天早上也有為她做便當 然後我寫在我的臉書上 早上把她黏了兩個飯糰 她喜歡各種口味的伴友 所以這兩個飯糰就是 捏了兩個小飯糰 然後撒了飯 然後飯糰裡面包的是蛋皮 就是我自己做的蛋皮 就是幫她做一個很簡單的早餐 那 所以正在跟朋友聊 昨天在跟汪永和小姐 因為上她的廣播節目去談飲食的部分 那她聽到我們家就是讓孩子早餐吃飯 她覺得非常的驚訝 但其實我這前幾年在日本住我朋友家的時候 其實在東京 他們的孩子在上小學早餐吃飯的 而且吃得很快 因為他們就是一片鮭魚丟進去烤香烤 烤個五分鐘 鮭魚很快就熟了嘛 五分鐘十分鐘 然後味噌湯他們有很多 日本是一個加工非常發達的國家 所以他們味噌湯有很多是一包一包的 他只是把開水沖進去 然後他的小孩他的女兒就吃了一碗鮭魚飯 然後中間有一顆酸梅 或者一片海苔 然後一個味噌湯 不到十分鐘吃完就出門上去了 所以其實飲食這個習慣它是很奧妙 我今天也很想跟大家聊聊 到底我們是如何 我們的飲食西化之路是怎麼展開的 好 那一開始也在這邊跟各位談 就是我之前寫的一本書是《廚房小情歌》 那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因為過去我寫了蠻多親子的家庭生活的紀錄 但是我後來呢 感覺到我們目前在家庭料理這一塊 其實有一點寂寞 但其實我從小是看著我的媽媽做伴長大的 我媽媽是一個非常忙碌的職業婦女 不過我記得很清楚 在我眼睛張開 就是我都很早起 一直到現在還是維持我很早起的一個生活的步調 這可能跟我童年養成很大的關係 我每天早五六點起床的時候 我媽媽已經在廚房做早餐跟便當 各位如果跟我年紀差不多的人的話 可能你記不記得我們過去在台灣人的餐廚的早餐 但是我看是西飯 然後會配麵筋啊 然後一些紅紅的豆枣啊 然後就是一點點的蔬菜啊 然後有一些罐頭的食物 然後再加一個可包蛋 比較豐盛一點的話 對那我的媽媽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 就幫我這支小孩做便當 過去媽媽不得不做飯 沒有選擇 因為過去的萬食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如果你不做飯 你的家人就是沒得吃 但是如今我們是一個萬食非常便利的一個 一個台灣的台北 尤其台北的萬食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所以我的大學的好朋友 他嫁到東京之後呢 每年回到台北的暑假 他就是非常開心 他跟我說天啊 我只要到我們家樓下 我就完全不用煮飯 我可以買自助餐 我可以吃滷肉飯 有各種的便當 我可以帶回家 他老公是老外 是一個美國人 是一個律師 就是非常容易的 就打發掉他的 老公跟他的孩子 他覺得台北真的是一個 完全不用煮飯的天堂 沒有錯 但是其實呢 這個時代也是主辦人的天堂 像我媽媽現在已經八十歲了 那她常常覺得我的工作很不可思議 就是你怎麼會變成在叫人家煮飯 你怎麼會變成一個在臉書上寫作便當 你為什麼可以又會做一點日本料理 又會做一點泰國菜 我的小孩我的女兒為什麼變成會做台菜 還來了一點上海菜 到底這一切是怎麼變化的 那因為她不認識字 所以她不知道這些年 所以一、二十年時代的變化 非常的快速 尤其這十年 她做了一輩子的飯 她只能一直在一個小小的廚房裡面 然後重複的做她拿手的那一些菜 我們來想一想 您的母親、您的父親 她們做那些拿手的那一些菜 在她漫長的人生裡面 這三、五十年裡面 她們很難有做一些變化跟突破 但她們做的很好吃 她原來是你心目中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 不過我媽媽非常難以想像 她的小孩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學會這麼多的玩意兒 而且還可以弄一些給她吃 所以我常常就 我內心就會覺得 過去的會做飯的一個家庭料理者 她們其實是黯淡跟寂寞的 她們你的媽媽或者是你的爸爸 在廚房裡為家人做一頓飯 然後斷出來 大家默默的吃完 吃完飯之後媽媽再斷回去 然後會站在廚房裡 把那個大家沒吃完的東西 沒吃完的剩菜 她可能還把它吃下去 然後在那裡洗碗 這個過程就是這樣 對不對 過去您的母親、您的父親 但是我們這一輩不一樣了 我們這一輩我們做飯可以 我們有各種通路可以選 過去媽媽 不管工夫有多忙 她一定只能六日去菜市場買菜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你願意做飯的話 你再怎麼方便 你都可以去全年社 你們家附近在台北的話 你都會全年社 現在家樂福到處在街角 要開24小時的選購 你喜歡懷屍骨之憂情 你可以跑傳統市場 你喜歡高端的精緻的飲食 你可以去微風超市 或者是Jason's Market 那你喜歡感受一下 很多的小農的集合 你可以在六日的時候 去希望廣場或去花國市值 你有太多太多的選擇了 如果你很擔心食品安全 你可以去主婦聯盟 你可以去干嘛點 或有機原地或棉花田 你有各式各樣價位的選擇 價格的選擇 跟通路的選擇 這過去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好 我們已經在採購這條路上 已經無比的便利 我還沒有說你可以一直搞定 你甚至於可以哪裡都不用去 你只要在網路上 你就可以隨著流通業的發達 隨著宅配的發達 你可以很容易的在網路上 你就可以採購到各種珍貴的奇異的 台灣最好的食材 包括澎湖的魚 對不對 或者是南方澳的蝦子 或者是浴河包 高雄魚河包的有機的魚 你很容易的就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食材 即使如此 我們還是煮的沒有比以前的人多 甚至煮的比以前的人少 這是第一個 我們在採購上已經非常非常得到 已經很大的一個革命 得到很大的便利 OK 好 我們是這麼容易的可以去採購到 輕鬆的 甚至於用鍵盤 我們就可以採購到各種食材 好 再來 我們做飯不用再像過去的媽媽那麼的辛苦 因為我們有很多好的鍋子 漂亮的鍋子 而且我們有很多進步的 廚房的配備可以選擇對不對 有水破爐 以前媽媽如果要附熱一個菜 是不是還要開瓦斯 現在不用耶 現在你只要用微波爐或水波爐 或者烤箱都可以做很多 輕鬆的就可以解決掉媽媽以前的工作的一個負擔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輕鬆了很多 再來 過去媽媽做完飯就是默默的放在餐桌上 然後家人默默的吃完 我們也不太是一個懂得延謝的民主 但是現在你做完菜之後 你可以用APP 你可以把它拍得很漂亮 然後上傳到你的臉書跟你的IG跟你的LINE 然後你的朋友很快就會按讚 然後會說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肚子餓了 你現在破爐你太邪惡了 你半歸 什麼時候可以去人家 因為特到各式各樣的讚美 你一點都不寂寞 你會得到很多的鼓勵跟肯定 對吧 但以前我們的父母做完這些菜 是沒有這些樂趣的 但我們現在很容易就可以有這些樂趣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一輩的主犯人 其實我們是走在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時代 再來 為什麼 對我媽媽來說 她會做的菜就是 肉吧 對不對 然後就是燜筍炒很多青菜 她會弄一些花枝做一些菜 但是為什麼我可以一下子 好像我還會清蒸檸檬魚 然後還會做壽司 為什麼我還會有名太子馬鈴薯 為什麼我還會做焗烤 為什麼我的女兒還會做義大利麵 為什麼我的女兒什麼都會 各位都知道對不對 因為你上Youtube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教學的影片 所以我剛剛說了這麼多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們這一輩主犯人 是非常的熱鬧、彈華、華麗、快樂、輕鬆、有趣、變化多 連學習之路其實透過網路、透過視頻 你透過各式各樣的食譜素 我們都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勵跟支持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做的會比以前多嗎 沒有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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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因為很忙是不是 蛤 外食 因為外食太方便了 真的 真的 因為我這一兩年 所以這年氣真的是比較大 而且我住山上 那 各位有在買菜的人都知道 買菜是很辛苦的事情 對不對 買菜超辛苦的啊 然後光是 你如果水果就很重 你只要買兩樣水果就好了 再買一個豆腐 再買一斤的肉 這些東西就很重 所以這兩年 我終於扶老了 我就買了菜車 然後我們家小孩就笑我 媽媽 你是大嬸喔 你現在出門 為什麼會推著菜車呢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嚴肅的 嚴厲的 就念了他們一頓 我說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踏上了菜車之路 從今而後呢 你的媽媽就跟你在捷運跟工程上 我想看到那些拉的菜車的大神 是一模一樣的身分 但是你要知道 沒有人覺得推菜車是一件 有趣、時尚、好看的事情 所以有的這些推著菜車的大叔或大神 他都是為了愛他的家人 他才會推著這玩意兒出去 然後讓你覺得不時尚 讓你覺得他在工作上 好像還讓人家蠻不方便的 人家上上下下還要繞過他 但你可知道他推這些出去的原因是什麼 他每一個你所看到的菜車的後面 都是這個人 為了讓他的家人 今天吃好一點 或者都是他的心意 你現在還 你現在年輕也沒有辦法感受 所以我要告訴你 以後你在路上看到推菜車的人 其實你都要覺得 他是 他是一個愛家人的人 對不對 對 所以 你們為什麼不帶小孩去買菜呢 你要讓他去 你要讓他跟 我常常帶我的孩子跟我去買菜 但是每次我帶孩子跟我去買菜的時候 我都覺得蠻寂寞的 因為你很難在菜市場看到有人帶小孩去買菜 通常假日小孩也許在補習吧 或者是也許小孩還在睡覺 或者我也知道帶小孩出門去買菜 還挺麻煩的 愛手愛腳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不讓他跟著你 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他如何感受到你的付出 跟你的痛 跟你的辛苦 所以我其實在我的孩子很小 在幼稚園的時候 我出去買菜的時候我就會帶著他們 而且我一定要他們提一些東西 因為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跟我弟弟就是我媽媽的人肉條夫 像他以前的婦女在假日的時候 要買全家人五個小孩 然後一個禮拜的菜是不是很多 一個媽媽根本沒有辦法 她一定會沒有任何疼喜的 要她的 要我跟要我弟弟就是要提的很多 然後當然是走很遠的路 以前的台北三四十年前 大家都是走很遠的路 以前我做得到 當然我的小孩也做得到 以前我必須要做 當然我的孩子也必須要做 所以我其實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時候 我就會帶他們去菜市場 那什麼也不用多說 因為我會犒賞他們買養樂豆給他們喝 或者買冰的豆漿給他們喝 但什麼都不用說 然後我們下公車 就扛著那些東西走回家 走個幾年 他就會知道 有一天他就會脫口很粗 原來買菜這麼累啊媽媽 這件事情就是沒有任何的娛樂性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應該要讓全家人一起來感受 你在做辦這件事情 您的情感 您的情意跟付出 那剛剛各位有說 因為外食很方便 對 我覺得算用外食也是需要智慧 那算用外食也會為自己的家庭帶了 很多人以為我不用外食 錯了 其實我一個禮拜 會有一天外食的機會 就是全家人在六日的時候 這是我們家固定 還蠻固定的一個 一個家庭的活動 就是我們 但是因為一個禮拜 只有一次外食嘛 所以我們會好好的找一下外食 因為我們外食不多 所以我們的外食就會找 就會 我們會去思考 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禮拜的外食 我們要去哪一家餐廳 我們要是有吃過還是沒吃過 我們要吃貴的還是要吃便宜的 我們要吃小吃還是吃高端的 這方面我們都會討論 那也每一次的外食 只要是吃比較高端 我一定會嘗試的去拆解 我喜歡的其中的一道菜 然後會希望回家可以試著把它做出來 所以對我來說外食 好像是在繳學費一樣 是吃飯 是家庭聚會 那也好像是在繳學費 所以外食對我們來說是很有樂趣 那我認為如何去 有智慧的尋找外食 也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 那這本廚房小情歌 就是我寫了一些 我對台灣農業的觀察 還有我自己這十幾年來 在各種透露 在各種的台灣的各地方的菜市場 逛市場 然後買菜的一些心得 還有我對台灣當令時才的感情跟熱愛 然後所累積下來的一些經驗 我都希望透過這本書 可以讓比較年輕的中年的爸爸媽媽 希望能夠為家人走進廚房的時候 藉由這本書可以學習到一些基礎的知識 所以我最喜歡這句話就是 煮飯的人就是家庭的寶 就是因為我煮了很多年 我深深覺得我是我們家的寶 沒有我他們怎麼辦呢 那我也同時就會想到 我真的欠了我媽媽 就非常非常多的言語上的感謝 那煮飯的人在一個家庭裡面 他其實是一個支出 不論他是你的母親或是你的父親 因為其實有蠻多父親很會做菜的喔 所以我希望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家裡有個人在煮飯的話 應該要把他當寶貝 所以我如果出去旅行的幾天回來 我就可以看到我先生跟我小孩都面有菜色 真的 因為做飯這件事情 需要就是感情啦 沒有感情 而且巨大的感情跟意志力 你不會踏進去 因為其實樓下就可以解決了 對不對 OK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家這個字 我幫各位去找到了家庭文一路的演變 那家這個字 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家呀 對不對 家庭不一定是要指你已婚的身分 事實上單身也是一個家 但是家是一個蓋子 一個房子下面圈養的一句 就是古人他們對於一個家的一個 這個字的一個定義跟想像跟理解 我覺得這個字很有意思 就是各位有拆解過這個字嗎 有嗎 可見飲食 這個弟弟好可愛 可見飲食這個事情 它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想要跟各位談談 我們對於飲食的五感其實有一點荒謬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天都要飲食 那我們為什麼對於食材 對於飲食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多一點的了解 我今天突然想到 我明天想要去寫一年的 翻紅花線上的食堂 就是跟大家每一天來跟大家聊一樣食材 用一年的時間來跟他談 也沒有辦法 有沒有可能大家用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認識了365種的食材跟做法 你知道你只要花一年的時間 你這一輩子 他就永遠的跟著你 你就受用無窮 萬一你有家人的話 你還可以受賄給其他的家人 所以會做飯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麼 為什麼 那再來就是 為什麼我對於農業 台灣的農業 我會有這麼高度的一個關注跟熱情 我想在我很小的時候 雖然我的媽媽不識字 但是她 不識字的媽媽 我小時候其實很羨慕別人的爸爸媽媽認識字 因為他們就可以訂《鬼日報》 他們的爸爸媽媽就可以把她簽家庭聯絡過 他們的爸爸媽媽就會來參加母解會 但是因為我媽媽不認識字 所以她也沒有辦法讀故事書給我聽 她也沒有辦法提供任何的閱讀的資源給我 所以小時候我要看《鬼日報》都要去跟同學借 因為我媽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那我媽媽也沒有買過書 我的家裡聯絡簿 永遠六年就是沒有人簽 這個是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挫折 因為我都是自己簽 我非常希望 要是我的媽媽能夠幫我簽家裡聯絡簿就好 不過我也很小就知道文字的力量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我媽媽我記得有一次她要去比較遠的松山地方買菜 然後那個時候我個子很小 我有多小我不記得 我只記得她就把我帶到公車站 她說我們今天要去松山買菜 所以你現在要看一下這些站牌 哪一些站牌是有去松山的 OK我就想我就知道了 喔原來我要我今天的任務是要幫我媽媽看 什麼公車幾號公車有到松山那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那裡是哪裡 然後看完之後就會告訴我媽媽說 喔那幾號幾號她們是有去松山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知道 一個不認識志的人她去的地方很有限 當然這是題外話 以至於後來捷運開通大家都很開心的時候 我心裡就還有一點落寞 就是我的媽媽一輩子都不能自己感受捷運的 搭乘的便利跟樂趣 因為她不認識志 所以如果我沒有帶她的話 她其實不知道要怎麼搭捷運對不對 然後她會害怕她會緊張 然後不認識志的人其實有很嚴重的自備 然後她要去銀行我們都得帶她 然後因為她沒有辦法簽自己的名字 因為有很多的地方 像她現在年紀大了 我就會主動問她需不需要去醫院 因為我知道她不敢去醫院 因為醫院是個迷宮啊 她不認識志啊 所以她沒有辦法 我可以想像她沒有辦法自己一個人去醫院 她會躲避她會沮喪 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 但是我從小透過跟我媽媽的互動裡面 她不斷的要求我每個禮拜一定要 禮拜六一定要跟她去菜市場 她密集的然後吃她做的飯 看她為我每天做便當的背影 她仍然帶給我很多的生活上的一個教育 我認為在飲食這件事情 我不適志的媽媽給我非常多的正面的影響跟體驗 這是我非常感謝她的事情 那她也成為我非常多寫作的題材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 想要參加第一葉全國學生文學獎 散文組的時候 那是最後一天的解稿日期 我突然知道這個比賽 我很想寫喔 因為寫文章還蠻好賺的 我從小就知道了 雖然我的媽媽什麼都不能教我 不過因為從小我就跟同學借歸日報 所以我就知道有一種事情是投稿 寄到台北市福州街10號 你只要被登出來就會有錢 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要怎麼做 那讓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鼓勵你的孩子投稿 你可能會幫他看好電子形象 會幫他看好可以投稿到哪裡 那我那個時候是要自己去找研究 那信封要買什麼知識 要貼多少錢 總之就是在從小跟著媽媽在廚房 還有在市場的過程裡面 成為我很多寫作的題材 但是那些題材我只指一件事情 就是我愛我的母親 所以寫出來文章自然就有真實的情感 那一直到我前些年參加忠實文學獎的時候 我透過我母親挖竹筍這件事情 也在市場文竹筍拿到一個成績 我想說的是其實影視這件事情 它是有很多的情感 但是其實它還有很多的知識跟社會的觀察 所以我想有一句俗話說 所以粒西瓜可以養五十個人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為什麼農業跟我們這麼的息息相關 我真的需要知道農業多少嗎 我是不是只要去菜市場買個菜 或者是我只要去樓下吃就好 我不需要關心農業 為什麼要關心農業 但事實上農業呢 我們來瞭解 我們來瞭解要種一顆西瓜出來 其實從研究 從科學家研究土壤的改良 都知道不同的作物 對於土壤的酸減度有不同的要求對不對 還有對於不同的泥土有不同的喜好 那麼各位知道腫苗是個學問嗎 知道嗎 您去逛建國花市的時候 會不會去看一些腫苗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看經過腫苗店 我在台灣的各地方旅行經過腫苗店 我都會要我先生挺車 我想要進去看一下 因為不同的腫苗店 你會看到一些或太一樣的腫苗 比如說你可能會看到蘆筍的腫苗 也會看到各種不同的蜗居的腫苗 很有意思 那對於我餐桌上的東西 對於它的來歷我都很有興趣了解 那麼肥料當然也是個學問 化學肥料 或者是天然的肥料 農藥 哪一些農藥是 農藥對於農夫來說 對冠型的農夫來說非常的重要 西瓜的生產 然後灌溉的系統 事實上溫室的搭建 現在是非常的高科技 我在上禮拜去台中的時候 我去逛了台中的第六公有市場 在百貨公司經典綠園道裡面 那我記得種小番茄的那個男孩子 他就跟我說他的番茄的溫室 花了兩億 都是非常advance 非常尖端的一個 德國的溫室 那就是一個很 我去想 哇原來溫室是一個這麼大的生意啊 好然後蘇果的分級的選別 然後運銷 那麼市場的拍賣 蘇果的榜報 西瓜從中盤山到都有的領受的通路 所以一顆西瓜養的不只是50個人 所以農業其實它本身涵蓋的面向是非常的幻 那我今天我們就來一開始 從家庭料理我想跟各位來聊一聊就是 你都怎麼樣看 當你在進去廚房想要做家庭料理的時候 你有壓力嗎?或者你覺得什麼樣是好的家庭料理呢? 有沒有人要說你覺得什麼樣是好的家庭料理? 或者你看臉書或看IG 或者看LINE的時候看到別人家做的菜 這位美媚 年輕的美媚 對你來說什麼樣是你期待的 或者你喜歡的家庭料理? 喜歡吃的東西 喜歡吃的東西 只要符合你喜歡的就是你想像的家庭料理 這位小姐你有做飯嗎? 有 有喔 所以你也會做家庭料理做了一輩子? 沒有 沒有 就是有時間的時候會做 有時間會做 那你什麼樣的家庭料理會符合你心目中的一個期待或想像? 容易做 然後味道清淡 容易做 味道清淡 味道清淡 容易做很重要對不對? 對 好 我也覺得容易做非常的重要 對 那這位小姐您呢? 是 就是 比較簡單的這樣怎麼做 喔 比較簡單的做 譬如說呢 有時候 每個人都有簡單的定義還不太一樣呢 你都做些什麼菜? 你來拿手菜? 拿手菜? 沒有什麼拿手菜啊 普通家庭在煮都這樣子 喔 你講話都跟我媽媽一樣 哈哈哈 但其實很會做 其實很會做耶 好好笑喔 對啊 然後這位小姐呢? 你就家常菜的 對家庭料理 你們家的家庭料理的想像? 因為我陪著爸爸媽媽到99歲 所以我覺得 他沒有生病 這個是很重要要講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 當你要走的時候要躺了七八年 那真的惡夢一場 那因為我媽媽他們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他們非常清淡 所以我從選財開始 我一定是蠻有機的 蠻有機 那一點點的水 我們家已經到無油無鹽 因為媽媽很客氣的一個人 她吃不下的時候 她會告訴你我吃飽了 那我姐姐就趕快嘗一口 天啊今天太鹹了 所以我們就馬上換菜 所以我們都不太敢講 因為我們出去真的沒東西可以吃 因為我們已經陪他們20秒 對 所以非常的清淡 您的家庭料理 哈哈 就水煮而已 喔水煮 對對對 就一點點水 真的很特別 但是 你又重要的是 你又買很好的食材 因為你有它的菜香 菜有菜的味道 是 食材的影響很大的 小姐您呢 嗯 就簡單啊 營養 清淡 簡單營養清淡 原味吧 我喜歡吃原味 就是比較少調味這樣子 好 謝謝 有沒有人對於家庭料理 有不一樣的想法嗎 要幫我補充的嗎 好 好多喔 謝謝 你說 我是個職業婦女 可是 我很希望很簡單 快速之外 我煮完全部都吃光 不過我很好洗碗 很喜歡 OK 希望 那 有常常吃光嗎 沒有吃光的原因 你覺得是什麼 再怎麼找有機 找新鮮 孩子還是有天然的偏光 很好 比如 大人喜歡吃的 當令的食材 孩子真的很難入口 真的練習 可是 永遠那個份量 在現在快速的小家庭 就是 抓份量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情 了解 了解 偉大的職業婦女 上班還要煮飯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對 您請說 平常我都是自己 會自己帶便當 那 最主要我覺得 就是色香味俱全 然後像 老師上面的那個 螞蟻上書 我自己在家也會做 自己在家也會做 對 您是要色香味俱全的 您是有 那個要求的標準的 對 剛剛還有喔 是 我希望煮菜的時候是 用到真的食材 讓小孩子營養非常的均衡 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 顏色看起來要讓 小孩子覺得可口 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 所以您是色香味俱全派 對 好 還有 那一位 是 不好意思 我今天聲音有點沙啞 就是 我自己是職業婦女 可是 我只要有空 我就會想要做菜給家人吃 那 因為我是從小 就是對 朋友就是很喜歡 所以都會 在廚房 跟著媽媽的身後這樣打轉 是 然後 我覺得就是說 像我爸爸 爸爸媽媽大概跟您的父母同樣的年紀 那我覺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說 可以復刻上一代的味道 所以我有時候會特別去煮爸爸媽媽 以前我們小時候他煮給我們吃的東西 特別去買那些食材 然後煮他們以前煮的那些東西給他們吃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溫馨的蠻不錯的 一個那種情感的一個交流跟延續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就是聽到好幾個貼心 我覺得人到終年之後對於父母的一個情感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 剛剛那位小姐提到就是 他會去復刻他過去小時候他爸媽做的菜 然後把這個味道就是做給他的爸媽去感受 您知道最近張宏志也在蘋果日報寫專欄 然後他寫了好幾篇 就是他現在他都在復刻 他媽媽也不在 就在復刻小時候他媽媽做給他的菜 然後試著去抓到那個味道 譬如說他寫了一篇薑絲肉片湯 他在說他小時候家裡很窮 這樣其實KC英文董事長對不對 他說他小時候家裡很窮 那根本沒有肉可以吃 只有他在生病的時候 媽媽才會想辦法買一小塊肉 然後切成薄薄的肉片 然後用薑絲很多很多的薑 然後煮成一碗薑絲肉片湯 讓他可以趕快發汗 然後感冒可以試著趕快喝 那一碗湯在那個年代是非常的奢侈金貴 也要生病才有的吃 那他非常的懷念 所以這幾年 從這兩年開始他就試著去做小時候他媽媽做的菜 是不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樣的 對那我這幾年我也試著去復刻的是我媽媽非常會做炒米粉 對那炒米粉感覺真的好難喔 好麻煩喔 很 他其實要花滿多時間的 是嗎 是齁 但是他又非常的美味 對我的小孩又非常的喜歡 那我又不喜歡吃市面上用炊粉做的炒米粉 其實市面上很難買到純米做的米粉 所以為了要吃到純米做的炒米粉 所以我就現在就會自己做 那其實炒米粉並不難 但是要花一點時間 一直要用最好的香氣很夠的台灣的乾的香菇 用到純米的米粉 用到美味的高麗菜 很耐心的去用紅蔥頭 自然的你就可以做出你出於自己味道的炒米粉 所以我們剛剛在分享了這麼多數 可以感覺到各位的一個在家庭飲食所累積的情感 真的是非常的強烈 那我個人對於家庭料理這件事情 我也聽到大家其實都覺得很容易做 或者簡單或者快是很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那各位如果有注意到我在臉書上所分享的做飯的東西的話 其實我做一些搞剛的東西我很少寫出來 因為我希望大家其實可以在我這裡看到 是一些很容易做的一個東西 其實螞蟻上述聽起來好像還蠻難的喔 那我喜歡有時候我也喜歡做這種就是館子裡面會做的菜 在館子裡面你要點一個螞蟻上述其實是不便宜的對不對 但它其實就是粉絲肉末吧 你把它拆解下來你簡單說不要做麻油它其實就是粉絲肉末 你只要把而且因為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你想要買多好的冬粉你就可以買多好的冬粉 你想要買用有機綠豆做的有機冬粉你就可以用有機冬粉對不對 你很在意它的來源你就可以你想要買100%的純綠豆的冬粉你就可以買 但是在餐廳因為成分的關係 你並不知道那個冬粉是怎麼 它的成分是有多少的玉米澱粉或多少的素素澱粉 或者是它的純度怎麼樣 你自己做你就可以買最高級的冬粉純冬粉 然後買好的肉末然後用你自己所能財力所能買到的最棒的豆瓣醬 甚至於可以用三種不同的豆瓣醬的牛奶去調 那其實它就是你自己版本的那個螞蟻上述 那因為它的口味比較重一點 所以其實做便當或者是讓小孩吃都還蠻適合的 那我對家庭料理的定義我想它不在於精緻跟澎湃 它要的是家庭料理如何讓你自己願意常常做 它就是要簡單 不管是口味要清淡還是你喜歡口味重一點 它應該是要補素的 因為精緻的東西其實不耐吃 所以其實我常常會在外面的館子 包括有時候吃米其林的東西我也很難感動 因為他們雖然精緻 但是多吃了幾次其實它沒有辦法讓我不斷地回味 但是小吃大稻埕那邊吃聖宮下面的小吃 或者是各種的滷肉飯可以從小吃到大 所以小吃跟很簡單的家常的料理 其實是最打動人心的 那我記得我去年在家裡行客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單身漢 他是一開公司是個老闆 然後他那天在我們家吃飯的時候都沒有講話 他就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他喝湯的時候就用兩個碗 就捧著那個碗 然後就咕嚕咕嚕咕嚕 結果我那天煮的是很普通的雞湯 我喜歡用一整隻雞煮雞湯 我不太喜歡用雞塊 因為我覺得一整隻雞湯 那個湯的味道是最濃郁的 看起來也好看 好像媽媽很厲害的樣子 然後再來是可以吃個兩三餐 我覺得他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家常的料理 那麼他就咕嚕咕嚕吃完了 然後我看他聊得很開心 可是他很少說話 後來他要回去 我送他到門口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知道有多少沒有吃到家裡一般人家煮的東西 因為他是單身漢 他是網老五 他沒有太太 但他自己也不會煮飯 我每天都在外面應酬 或者是在外面吃飯 我真的太久沒有吃過家裡的食物 他的感動的表情是讓我嚇一跳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哇 簡單的家常料理是用錢買不到的 你必須要被邀請登堂入室 然後剛好這個人又喜歡煮家常菜 我請朋友來家裡吃飯 不喜歡表現出不喜歡炫技 我喜歡煮我最擅長的各種的很普通的菜 那本來這種菜 你去人家家裡做客不容易吃到啊 因為去家裡做客人家大家都很熱情嘛 都會端出大菜對不對 那我不會端出大菜 這樣子會把我自己搞得太累 會減少我宴客的樂趣跟性質跟次數 所以我都會煮很簡單的料理 可是他等到他的感動其實讓我 讓我突然發現 家常料理是有錢買不到的 是你要被邀請才有的 所以他其實很珍貴 那麼 那因為想要對於食材有真正的了解 不要被新聞媒體誤導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功課 我做的功課除了我自己 清泡菜市場清泡魚缸 那我也希望可以跟農夫做朋友 各位有農夫朋友嗎 有嗎 希望您可以跟農夫做朋友 其實現在透過網路的發達 跟農夫做朋友並不困難 他們都很熱情 然後很希望跟我們交流 所以我在全台灣各地呢 透過自己跟他們寫信 然後跟他們建立關係 跟他們做朋友 然後如果他們有來台北市集的話 我一定會排出時間去試騎看他們 讓他們感受到台北人 也不是都那麼冷漠的 那麼這個是我認識的一個雲林的農夫 他叫蔡刀 那麼我在暑假的時候 去中部旅行的時候 特地去拜訪他 那麼他在農夫 中部人真的很熱心 他在知道我要去之前 就查好了那個潮間帶的潮細錶 就是退潮錶 然後特地帶我們全家 就去這裡挖赤嘴梗 各位有吃過赤嘴梗嗎 野生的赤嘴梗 跟蛤蜊不太一樣 它其實是分蛤蜊的圈圈 那它的滋味應該是比蛤蜊再甜一點 那它是野生的 所以它 你可以看到 我那個軟泥巴很難前進 然後太陽非常的大 也要在退潮的 把握退潮的時間 在那個泥巴地裡面 試著能夠去挖出一個又一個的赤嘴梗 你可能一個小時也挖不到 以我們這種笨手笨腳的城市人 一個小時一個人 全部加起來也挖不到一斤 這很少的 那那個時候呢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在菜市場 如果偶然看到有人在賣野生的赤嘴梗 它一斤賣八十塊錢 會貴嗎 一點都不會 因為它挖了一整天也沒有挖多少 那其實 我甚至於覺得我佔了便宜了 我常常在買農產品的時候 我常常覺得我佔了便宜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在認識赤嘴梗的旅程裡面 所以我很希望有一天呢 大家如果在看到各種產地的小旅行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有機會去參加 或者你認識一些農夫跟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你真心的感謝他們 尊重他們 尊重他們的行業 那請他們帶你去一些地方 他們帶你去的地方都是最好吃的 所以他會告訴說他會帶我去 他們中部嘉義那裡最好吃的 他們知道誰的蚵仔最好吃 他就會帶我去 那他就會給我 他就會殺他自己養的雞沒有在賣的 然後會分享給我 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要做的就是真心的感受他所種的菜 他所種的米 他種的蒜頭 他們的心情都很正 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跟農夫交朋友 怎麼樣可以認識農夫人 如果你不知道在網路上什麼認識的話 台北市的希望廣場的市集 大家有去逛過嗎 很好逛喔 每一個禮拜四我就會開始看 希望廣場市集本週餐展的農夫 因為如果看到有我認識的 或者是有我很期待的 比如說希望廣場 我如果看到屏東的攀氏牧場 他的鴨蛋是最好的 那我就會為了他去 因為他的鴨蛋是非常健康安心的飼養的方式 而且他會帶新鮮的鴨蛋上來 那我就會特地跑去 我也會看 那花博原山市集各位會去逛嗎 你會不會一個禮拜跑這兩個地方呢 不會不會這麼瘋狂 那也沒錯 對 所以這兩個市集我都會去 那如果比如說我在原山花博市集 會看一下餐展攤位 南澳的鐵骨蝦 非常勾椅的養蝦的養殖護蕾先生 他可能三個月才會來一次 所以我一定會跑去市集去找他 去買他的鱸魚跟蝦 剛剛那位小姐說的沒有錯 食材是決勝負的 我們可以做的比餐廳好吃 就是因為我們的食材可以用的比餐廳還好 還新鮮還高級 你想買多好就多好 再好也不會比你在外面吃要來的貴 對不對 所以譬如說我在市集你 我如果看到 碗香玉碗香玉筍 它其實是一個花的花包 但是餐廳它是很稀有的 你可能要米其林餐廳 才會有這麼稀有的食材 可是我自己買一把才60塊錢 我買回家 我就可以用我自己想一些方式去料理 那剛剛那位媽媽也有提到說 就是說你的希望是覺得 希望家庭料理可以吃光對不對 拿捏份量很難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那個 螞蟻上述的份量 它其實很少 我覺得 你的一家子有幾口仁呢 四口仁 四口仁不算太難煮份量 不過 確實我寧可就是 把份量再做少一點 那麼 去掌握那個份量其實很重要 這需要學習的 你一看也可以看到就是 你只要知道你的米飯 你這一餐的澱粉的配置 比如說我如果做了螞蟻上述 我就會知道肚子會比較沉 我其他的配菜的份量一定要少一點 不然你就會剩 如果我今天的湯是馬鈴薯玉米排骨湯 再加飯 那我剩下的菜我可能可以做的少一點 精簡一點 因為我有一些澱粉的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需要一些經驗 OK 好 那再來這個就是 我們家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 各位 再回想剛剛那個家那個字喔 我就會覺得有時候在家裡有一個煮飯的人 不論那個人是米還是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小孩 你會煮飯的小孩 那你的家的氣息是會不一樣的 不過煮飯非常的累 我一點都沒有覺得煮飯是療癒 雖然我看到很多人都說煮飯好療癒喔 不過因為我每天煮飯 所以我一點都沒有覺得療癒喔 我覺得煮飯是一件還蠻辛苦的事情 只是我自己要試著從裡面去找到一些樂趣 那我的樂趣的來源就是在於去研究它 發揮一個書呆子的一個心情 然後還有用我旅行的角度去研究所有的食材 給我帶來一些樂趣 那麼我也想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對於孩子的飲食教育這一塊呢 非常的重視 因為孩子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那有時候我覺得要教育大人是很困難的事情 還不如從小孩子下手會比較有希望 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所以我這一年開始呢 我就策劃了為在寒暑的時候 為孩子策劃了菜市場的文學課這個活動 那麼這個活動我的動機是希望 因為現在孩子其實用手機用得很兇喔 那他們在實體生活的經驗其實是蠻少的 那有蠻多的媽媽就會跟我說 每次小孩子要寫日記要寫週記要寫作文的時候 都會抱怨說他不知道要寫什麼 媽媽他們都覺得非常的困擾 因為大家都覺得作文還蠻重要的嘛 那我其實我也會跟媽媽說 其實孩子說他不知道要寫什麼是真的 因為他的日常生活其實非常的沒有故事 現在孩子大部分的生活都在室內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呢 我說你要讓孩子有走出室外的一個機會 有實體生活的經驗 這個才能夠他的筆下才會有故事 才會有變化 那所以在菜市場文學課 我的設計的理念就是我要帶孩子去菜市場 但是要帶幾個孩子去菜市場 要去哪個菜市場 才能夠不影響商家的生意 才能夠不需要看商家的臉色 又可以讓孩子可以同時看到非常多的在地的食材 我帶他們的是第二股菜市場 也就是我們時春的冰江市場 因為冰江市場他非常的大 那麼他的攤商 你想要找台北市 因為各位朋友 你如果想要煮飯碰到平靜 不知道要煮什麼 煮膩了 找不到新鮮的食材 你去冰江絕對會有錯的 那我就帶這些孩子去冰江市場 那麼冰江市場很大 你想想看 暑假這麼熱 他們跟著在裡面走了兩個鐘頭 我就帶他們去各個攤位 每一個攤位都有他們不了解的新鮮的食材 我們整整走了兩個鐘頭之後 因為冰江市場是不是只有蔬果 我再帶他們去對面的華麗的上飲水產 就是讓他們同時去接觸兩種不同的通路 那到上飲水產他們就會看到很多華麗的魚 華麗的蝦大螃蟹 然後就進到熟食區他們都崩潰了 因為他們走了兩個鐘頭再去上飲水產 他們又餓又累又渴 偏偏要看到好多熟食他們買不起的東西 因為爸媽不在身邊 金主不在身邊 所以他們只是看 然後肚子餓得要死 最後12點跟我回到水牛出店之後 沒有飯吃 因為他們必須要自己煮飯 我會設計一道不太容易做 但是一定是他們喜歡的菜叫他們 譬如說叫他們做枯桃鴨海鮮燉飯 做完之後大概一點多了 這些從8點半出門就一直餓得肚子的孩子 終於可以吃到自己煮的飯 還有水牛出店的廚師所做的其他的配菜 然後結束之後呢 我會一起去讀一本我指定的文本 一本小說 所以那個 但是這個小說一定是跟他今天去的地方 跟他今天吃的食物是有連結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課 叫菜市場的溫學課 他透過這樣一整天的一個課程 我希望讓這些小孩子不會是沾醬油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料理課 就是沾醬油的性質 兩個多小時讓孩子學會做一個東西 學會做一個菜 但是如果我讓他從8點多 一直到整個下午4點 透過閱讀透過食作透過菜市場 這樣子的連結 他這一天的課程才是 我認為是比較完整的一個初體驗 所以今天這個是他們回來之後 在做的葡萄牙海鮮燉飯 我們用的是桃園新屋所種的米 所以燉飯不一定是要用米大利的 比一個米才能吃 葡萄牙跟葡萄牙食譜也會給他們 他們做的很開心 那一整天課程下來 我問小朋友就是說 今天你最喜歡的是 一整天最喜歡的活動是什麼 每一頓孩子都是做煮飯 事實上廚房是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難得到孩子的 因為我8歲就會炸豬油 所以我始終相信 廚房的事情你能做的孩子都能做 只是他的學習的機會被你剝奪了 他們是被父母剝奪的 那因為我是小時候沒有被剝奪 我有大量的被我媽要求的 一個長女的身分所應該要做的廚房 應該要學習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相信 在廚房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得到孩子 那譬如說這是在冰箱市場 這麼一大顆的芥菜 裡面有好幾個孩子跟我說這個是當歐 那麼其實在這過程裡面 我就可以感覺到 他們只看過死掉的蔬菜 他們只看過煮在那個盤子裡面的水果 跟魚跟蝦 他們只看過吃過魚排 對不對 那他們看到的竹筍都是已經切塊煮好的 所以其實這一輩子 他們其實都很少看到食物的圓形 因為大人也沒有想到 他們應該要去認識這些食物的圓形 所以他們以至於他們對食物常常是無感的 那很有趣啊 但是難過數的數也不錯啊 好歹他還知道有一種菜叫做童豪 好 那像佛手瓜 我這次經驗裡面 我發現我還鼓勵小孩子你要去買菜 他要去買菜 他才有感覺 原來這個菜是120塊 這個菜要50塊 原來我起一斤多少 原來烏可綠一斤35 但是綠竹筍一斤要130 對他來說好殘酷喔 他想買綠竹筍 但是他在菜市場上買不起 那我發現小朋友你知道嗎 在這些銀杯裡面 小朋友最愛買的蔬菜是龍鬚菜 而且每一個都非常愛買龍鬚菜 一方面是龍鬚菜便宜 他買的7 125塊 但是我後來發現是因為 還有另外一個跌破的眼鏡 小朋友最愛買的是水蓮 因為他們非常愛買水蓮 又非常愛買龍鬚菜 我大概掌握到 還有孩子喜歡脆脆的蔬菜 是不是 水蓮的口感是脆脆的 那龍鬚菜其實也是脆脆的 真的 男孩女孩都非常愛 那種水蓮比較貴一點 一包35塊 那也許對他們來說 水蓮是好像要去外面的餐廳 才會吃得到的 媽媽比較爽做 然後他們都很喜歡 所以我就不願意 他們買回去給媽媽做 那這個就是跟孩子 我就說有一些菜啊 很有趣 他們又融又佛的 這個菜 在吃葉子的時候它叫龍鬚菜 結成果實的時候它叫佛手瓜 但其實他們是本家 他們其實是本家 所以其實市場可以跟小孩子說的東西 真的太多了 那你在菜桌上其實很難給它一個具體的概念 但是你把它帶到菜市場 這個現場的時候 雖然走了兩個鐘頭 在菜市場走兩個鐘頭很累耶 尤其是在暑假 在室內 但是他們沒有為我們的抱怨 他們學得很開心 OK 好 那麼講了這麼多 接下來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來很簡單的分享一些 在菜市場我們學的課裡 我跟孩子 我找給孩子他們看的一些影片 那這些影片其實我從網路的瀏覽率看起來也很低 所以想必這邊留很多朋友其實並沒有看過 但是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帶小朋友去的是冰江市場 我自己非常喜歡去冰江市場 我不曉得各位喜不喜歡去冰江市場 那裡是一個大樂園 買菜的一個大樂園 但是冰江市場裡面的菜是什麼拍賣的 我希望小朋友可以知道這個價格的結構 還有台北的蔬果的價格結構 對整個台灣的市場的影響 所以我讓孩子看了這個 台北冰江市場的半夜的一個拍賣員的日子 這個價格是怎麼拍賣出來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支影片 這是今年新拍的片子 就好嗎 對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我怕你的經歷就坐到這個研判第一次的心臟的行情 再來第二次之後我會去看看 漂亮的這個還是賣的這個 都去判定可悠者的經驗 像一般來說這一組的話大概就是 優至優喪的 因為它做起來還蠻大部分的 最主要它裡面沒有樹葉沒有黑心的狀況 這台 有看到 這種就是我們說的樹葉 也應該有介紹 這個烈 稍微有過手 所以有感覺 烈的現象 今天這一組貨可能如果看到最喜歡的一組白菜 它裡面可能是激進完美無瑕的 我進來公司 第一個跟著拍賣員就是林佳 他還教我太多的一個拍賣技巧 品質健庇 2019 我們兩個第一次 大大 他們來搞白菜我們來打白菜 這台 小的特級品 完全沒有衝動 還要稍微微煎 形狀烤熟 各位 今天到晚才一間賣多少錢 現在兩百多塊 兩百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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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塊 我們現在在看航口 航口就是沒有拍賣 今天你賺我兩百多 應該行賺 差不多 好啦 當時機器 小朋友 因為公眾我們都會跟他們做一個 就說 一句今天是時候 我們一句改善 我們都做一個判斷 我們今天要賺 今天要賺 今天要賺錢 還是賺錢 賺錢 這個 因為會想要賺錢 他們必須要精準 去尋找這些行程 這不可以用專輯的說我們計算是去的 我應該是幾個 稍微試一下水溫 看今天陳孝領購買的運用強 還是不強 發言以愛大膽有假設 小心即將 每個陳孝領他的需求其實是很厲害的 誰買優少貨 誰買優的貨 優小貨 娘的貨 怎麼去哪裏 其實都有看法中 八娘換賣 六一喔 三重八娘 副娘 你有當時在這邊看人聽聲音就知道 這些大優是送我 三重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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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八 差一種命令 看得越有越多 越爽越一般越多 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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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再多 你一盤可以抓得很多 農委套話收到錢 誰叫人家也忘不完錢 大家都能接受 雙方都要立論 這就是打的表演 每天都要難做 對招展 FG 加扁拌完 農委奖做這一次就是 你來看我們今天賣出的行程 到處我們富一滿 還是說到現在我們都差不多了 我剛才熟成了,就是公司的 只要有一個都要來看 OK啦,你不會超過進步了 我看,他們不會嫁回家,還要把你買回來,銷售的狀況 這方便要再猜一下,經理跟別人 這拜託,有夠兩條的 阿婆,你嘴巴裡有淡淡嗎? 好,你那種的嗎? 好,你那種的嗎? 我自己也是輪班生活 我上白班那上夜班的時候 回來就看到躺在床上 就會有一些抱怨的聲音說 為什麼總是我緊張? 阿可是有小孩之後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這陣子溝通就是 你休假的時候你起來 我休假的時候我起來 那兩個人都上班的時候就穩定 你不會,他去我抽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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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喜歡的動物 這是什麼? 巴 你確定他是巴辣吧? 他是不是古話 他剛開始進去當禮婚 就是不是很習慣日夜顛倒生活的時候 帶狀泡整一煮吧 他就沒有辦法熬的水 那陣子他很辛苦 那陣子他很辛苦 好不認好了 可是過一陣子就又犯 那這有太空的 當他自己成為拍賣員的時候 他產地的電話變很多 過年的賽孔了嗎? 我會和3.6 和成交人互動 你做成交人互動 這兩天應該是 起床應該是最好的 3.6 你有在什麼關係嗎? 你拍不好他會幫你講話 阿姨是阿姨的啦 阿姨 你們這家家人又做什麼 白錢 成交人他有什麼要幫他 阿姨就是阿姨 阿姨就是 複動 OKOK 阿姨處理比較正常 你趕緊 你贏的時候 都知道在你之後 一直處理在一個職業電腦 什麼 沒有什麼 一個一個跑光光 阿姨再說 我告訴你 我唯一的4號是睡覺 辛苦 辛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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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不會 是啊 是的 我這樣看 我們學我們 到一旅行 看 乳 一年有機會我們介紹了公司參加考試 禮拜公司差不多十三年了 當初講說就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來公司的六年多了 禮拜禮會開始做 對菜種認識後會經過我們的幹部的挑選 要留在培訓 每一樣菜種的品質鑑定 釋狂分析 成銷人的結構也好 愛國差不多兩三年了 四拍經過公司考試 成為一個拍賣人 你以前你看我拍完是很慌慌的 開始準備要不得了 他就說拍完因為很多人是在看上去 讓他民族來自四面爆發的一些壓力 相對的能力 把農友的東西以一個合理的價格賣出去 農友賺到錢 成銷人有賺到錢 今天我的任務就是完成 讓我覺得很熱身就完了 我那次看看 李尼賺 他會不會到尋常 李尼賺 他會不會到尋常 剛才 他會不會到尋常 他的 其他人 那 他會不會到尋常 不得到尋常 你會不會到尋常 最早 台北農產雲小公司今年拍的這部新的片子 絕價3.20 就是我這次跟小朋友一起看的這個片子 那我本來還擔心小朋友他們看不懂 但沒有想到我們真的是不能低估小孩 就是這些小學生他們其實看這部片子很容易就進入不清狀況 那各位可以看到事實上他們原來我們每一天所蔬菜的一個價格 是經過每一天他們從1點打卡之後 影片很有趣他找了兩個一個是吃生的老鳥 一個是菜鳥 那讓我們看到他們承銷員一天從1點的打卡 一直到他們幾乎是下午1點的去睡覺嘛 然後是復營日 那他們手拍出來的價格是對於承銷人跟農友 兩方之間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以及如何去做一個平衡 也才會知道說台北市的這個價格 其實會影響會擴動到整個台灣整個一個蔬果的價格 都是在看他們是怎麼開買出來的 那我想藉由這樣的影片就是希望孩子或者是各位 能夠去感受到所謂這個價格 在我們在市場看到這個價格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除了覺得怎麼這麼貴或者這麼便宜 除此之外我們還沒有多一點的生成的進步跟了解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蠻重要的 像有一些我們要如何去看待一個價格 比如說洋蔥好了 洋蔥它一年其實在台灣是一手 我很喜歡講洋蔥這個東西是因為我發現 我在市場的時候 國產跟進口的洋蔥大家其實不太容易會分辨 有時候連賣洋蔥的人明明是進口的洋蔥 但是他會寫本地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這個東西 那其實進口的洋蔥跟台灣的洋蔥的味道是差很多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研究過 台灣的洋蔥是比較甜也比較辛辣的 那也比較軟水分也比較多 那如果是國外的洋蔥 有西蘭的洋蔥或者是美國的洋蔥 它其實味道比較溫和 所以它也比較沒有 你也可以說它比較沒有那麼甜 比較沒有那麼辛辣那麼嗆 那它味道是比較溫和 你也可以說它是比較沒有個性的 那麼其實台灣的洋蔥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好 我盡可能的每一天都使用洋蔥 因為它其實是很好搭配的一個食材 而且又便宜 那麼又在地化又接地氣 各位知道洋蔥的產期是什麼時候嗎 或者台灣哪裡產洋蔥嗎 你會不會像我一樣就是絕對不吃進口洋蔥呢 你一定買台灣的 對啊其實我想說 對所謂的不食不食 就是現在不是這個食令我就不要吃 我就等到它在上市的時候 我們現在變成一年二十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可以吃到的高麗菜 或者都覺得都可以吃到的爐筍 那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吃當令它其實是一個 順應大自然節奏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我在蘇崗小新歌裡面 我記得我在一開始就談洋蔥的故事 那剛好農產運校公司有拍了一個洋蔥的片子 只有三分鐘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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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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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分頭的香草 不是只有統一的那種規格 但是外觀它多遠 會比較好 啊我們試看喔 味比較有 一定要說有一個辣度 有香 再來喔 煮了這樣就很甜 這個好像也要 我們要做 看了怎麼會這樣 我們要這樣 會這樣 會這樣 要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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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鎮半島所產的洋蔥 因為有洛杉瓶金屬的影響 它會自然舞蹈 它會把夜面的洋蔥 回收到 金球裡面 保有很好的 荒物質 跟營養素 而且又充滿水分 所以它的味道 就特別的 甜美 這個洋蔥很耗機器啦 一定要人工下去 危險 所以說 成本的增加洋蔥 這個 主要這個產物來講 它 它這個產物 它是成本 成本人家的 一個金金肉類 它是成本的 土印不好 我都會破殺 都會破爪 它沒有膨脹 它有幾個 我只破爪 它就都破爪 因為它 它要泡的 很甜 塑洋蔥 就更累 要壓壓幾個 要壓壓壓 壓壓壓 然後 笑容 那些人要吃 都是一些 我會幹 我們現在台灣才會先 踏入這個 鄉中 來跟我們 這個 市民的 踏入這個 踏入這個 我們先說 我來了解 這個東西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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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的 洋蔥的產地 其實它的時間 就是半年 從11月到5月 一路從彰化 雲林嘉義高雄 到屏東 所以 現在是 八月 但是其實 現在各位 所以現在各位在市場 看到的洋蔥應該是 屏東的 屏東所產的 那我都會 在這個時候 季節的尾巴 會多囤個幾斤 因為其實洋蔥 只要放在通通的地方 是還蠻好放 我應該就可以再撐到 十月 十月的時候 我在等到 我在等一兩個月 彰化的洋蔥就來了 所以其實 讓自己多認識一些 台灣的一個 本土的一個食材 會讓你的家庭料理 既經濟又美味 那這樣子一個認識的方式 我就說 我們很幸運 是生活在一個資訊 流通非常快速的時代 只要我們有心 然後願意去閱讀 願意去找一些資料 其實各位如果可以上 我每天一定會固定收看農川媒 跟上下游這兩個 報導台灣農業網站的 這兩個網站 那它每天會更新 包括 比如說 最近各位有注意到 易旦 易旦的新聞嗎 那其實易旦 在你的生活裡面 是非常常見的 很多的烘焙的業者 或者是很多的餐廳的業者 他們其實用易旦 會比較方便 比較經濟 成本比較低 事實上它也比較穩定 易旦的品質也比較穩定 但是易旦當然也有它的一個 就是在處理的過程 我們不太熟悉的地方 對 但是如果你有在固定 像我一樣 每天收看上下游的網站 跟農川媒的網站的話 你每一天看三個新聞 看三個報導 每一年就看到 一千則的農業的報導 你就會是專家了 你就會知道很多的事情 你就不會用LINE 人家傳給你 底兒傳兒的假新聞 你就被騙了 或者是你就被洗腦了 或者是經常讓自己一年 鼓勵自己一個月 閱讀一本 跟農業有關的 跟食物有關的書 去圖書館借 或者去書店買 其實都是一個 增強你自己 最後的回饋 都會回到你自己的身體 還有回到你家人的身體 還有你也會支撐了台灣的農業 台灣的農村 那這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想要跟各位台灣人 吃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藝術 它其實是商業 它其實是科學 它其實是非常多元的一個 非常有深度的一個東西 好 好 那麼接下來 我想 我剛剛有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帶孩子在菜場文學課裡面 我一直很希望跟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能夠多談海洋跟海鮮這個部分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但是如果去問您最常煮什麼魚 或者喜歡什麼魚 我們其實得到的答案其實都還滿致性的 比如說如果一位小朋友喜歡吃什麼魚 你知道他們都會說什麼嗎 蛤 蛤 欸 對 你怎麼知道呢 問孩子說 欸 你喜歡吃什麼魚 幾乎每個孩子都會說 我最喜歡吃鮭魚 您常煮鮭魚嗎 常煮 為什麼 沒有刺 輪切 容易熟 不用調味 抹鹽就可以 對不對 好 那麼您會買智利的鮭魚 或者挪味的鮭魚 或者是買阿拉斯加野生鮭魚嗎 但是既然吃鮭魚嘛 那您通常是買什麼樣的鮭魚 還是日本的鮭魚 還是只要是鮭魚就可以 OK 好 那麼我知道 因為鮭魚的行銷在台灣是非常的成功 所以如果問孩子就是 孩子都會說他很喜歡吃鮭魚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會跟我說沒有刺 但是各位知道嗎 鮭魚並不屬於我們 並不是 並不是代表我們台灣的魚 其實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 所以其實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魚 非常多的海鮮可以去認識 跟了解跟接觸 那我不希望小朋友只知道鮭魚啊 而且其實鮭魚的世界 就像我剛剛說的 有智利的鮭魚 有挪威的鮭魚 有紐西蘭的國王鮭魚 還有日本的秋鮭 還有阿拉斯加野生鮭魚 鮭魚的價格大概很廣 而且鮭魚的養殖業 其實一直都充滿了爭議性 那鮭魚的養殖的密度 鮭魚所用的藥 這些其實都要 您都需要 如果你難免會買鮭魚 或是吃鮭魚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就是 去看一些論述 看一些新聞 看一些國際的新聞 你會知道至少你要買鮭魚的時候 你要怎麼選擇 因為其實鮭魚的汙染的問題 一直在全世界都一直受到 非常高的這個關注 汙染所謂汙染 就包括他們的養殖的用藥過程 那麼所以我一直希望 可以讓孩子跟各位能夠 我自己是非常常去漁港的 我最喜歡去漁港是南方澳 那麼我把漁港 不論我去各地方旅行 我去台南旅行或者去 因為台灣整個海島 整個一圈各地方都有小漁港 那我在旅行的過程裡面 我就會 我的車子後面 永遠有一個保利樓巷 萬一我又經過哪一個漁港 我只要手機google 我在最近的地方 可以到哪一個漁港 假設我今天就要回台北 那那個漁港 大概是什麼時候的漁船會進來 我什麼時候 我能不能銜接我旅行的時間 然後讓我保利樓巷 冰塊裝進去 我就可以帶回家了 那我的旅程的結束 我會覺得非常的棒 OK 所以我這次 我就跟小朋友 除了去上飲水產去看海鮮 除了回去書店 教他們做葡萄牙海鮮燉飯 我指定的文本是 海明威的小說 他不會太厚 那這本小孩 明威的語言是非常的精煉 非常的簡潔 非常的有力 所以他不會有華麗繁複的一個文字的運用 所以對孩子來說也蠻適合的 再來 因為我希望讓孩子多認識海洋 那麼這本是可以算是海洋文學的書寫 如果是台灣的海洋文學的話 夏曼蘭波安老師 或者是亮弘基老師寫的書 對於小學生來說可能太硬了一點 所以我就先帶孩子一起去看老人魚海 為什麼是老人魚海 各位知道這本小說裡面 老人抓的是什麼魚嗎 各位還記得嗎 有讀過這本小說嗎 蛤 還是你看這個圖片 你知道這是什麼魚 好 您知道這是其魚是不是 您是厲害的 因為沒有錯 因為是其魚 所以我覺得這本小說 是我可以跟孩子分享的 雖然它是美國的文學 但是台灣有其魚知道嗎 各位知道嗎 各位知道去哪裡旅行的時候 台灣大部分的其魚是在哪裡抓的 蛤 蛤 台東 蛤 蛤 台東的成功漁港是台灣最重要的 其魚的一個地方 那麼台灣的 台東漁港那裡 因為是黑潮跟慶潮交流的地方 在每年10月過後呢 就是其魚產出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季節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吃海鮮的人 你應該去台東旅行的時候 會彎進去成功漁港 新港漁港那裡有很多的很有名的店 然後可以吃到很好的生魚片 尤其是稀有的白鯨魚 好 那麼 那麼 給孩子看這本小說還不夠啊 我希望可以連結到台灣的奇魚的產業 所以我就找了戰浪這一個影片 這個是公視他們在幾年前拍的 各位知道所謂奇魚 台東有幾個老人 他們仍然用日治時期 從日本時代流傳下來 用標奇魚的方式在抓奇魚嘛 然後現在已經不太會有年輕的漁夫 用這樣子一個古老的手工的方式去標奇魚喔 所以我希望孩子除了可以透過這本老人魚海 跟看影片的方式去知道台灣的奇魚 除了牠所常見的鮭魚 我希望帶牠們吸引庫的認識一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來看一下公視 但是各位可以去圖書館街或者可以上播特來去買公視這支DVB戰狼 我現在給各位看的就是一分鐘的片段而已 我們來看的就是今天沒有樓房在哪裡 我們現在才沒有樓房還要一天的時候 我拜台灣樓梯了樓梯了 我這台樓梯了就習慣了 我來就是這個要去樓梯了 我來撕了我來撕了 menos誰連金屬壌 我τί何擁有呢? 我對他很清楚 我向我能掌浪個在 hemen 我們可以了扭兵人 你看看電影 這次的聲音 就是一些洞 今天沒有洞射不來 那天也買一天就行了 把台灣鋪鴉鴉鴉鴉鴉鴉 不要压压压的 太压了 出來就是 給他拍的 我來示範 我來示範 嘿咻 看來這樣 好 這是一部非常精采的一個紀錄片 為我們記錄了台東的新港漁港 這些老漁夫老船長他們標旗魚的一個歷程 跟故事 跟真實的故事 那我想藉由這樣子影片的分享 帶小朋友他們介紹 讚浪給他們看 是因為感覺到我們雖然是海島的國家 雖然是海洋的子民 但是我們其實對這一塊的認識跟接觸 一直都是非常的薄弱的 那我覺得這是蠻遺憾的一個事情 那也是藉由這樣的影片 我希望當孩子看到 餐桌上的海洋和食物的時候 他會產生不一樣的一個情感 那各位剛剛看影片的時候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同理跟想像 這一些老人開著船出去 在那個 那個船是很小的嘛 對不對 他們就船上只有三個人 剛剛有看到每一隻的魚 標旗魚的那個槍是二十公斤 在顛簸的船上面 那個老人站在那個船頭 他在幹什麼 他必須不斷的凌視在海面上 也沒有可能出現其餘的蹤跡 因為每一次出船出海 都是非常高的油的成分 好 他好不容易看到的時候 那個時間是很短的 你可以舉二十 就是在那個顛簸的浪頭 站在船上 舉二十公斤的標槍 那是非常好體力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必須要把握機會 他一定要射準 他一定要射得中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捕魚的過程 他是驚心動魄 而且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是非常不傷害海洋資源的 因為他不是用抵托魚王 他是用人工標旗魚 人類就不會貪心嘛 你抓得多 你就消耗得多 丟棄得多 他也說了 他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抓到魚 因為他們抓得 捕魚的人都知道 現在的魚抓得越來越少 所以各位有感覺到 魚貨越來越貴了嗎 以前肉魚很便宜對不對 現在連肉魚都不便宜了 現在是連要花錢買鯧魚 白鯧你都買不到了 但是我記得在十年前 我孩子還小的時候 我還滿常買白鯧 因為沒那麼貴 但是現在一條動的是要牽 因為海洋資源越來越少 因為海洋資源越來越少 所以像這樣子傳統的捕魚的方式 其實是值得我們去認識跟了解的 那 半句話說 事實上在餐桌上 我們所有的每一樣的食物 得來都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們不去認識它 我們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好 那麼 所以透過 我也想跟各位來分享 就是事實上 我們去了解食物有很多的方式 那如果你具備了知識 具備了基礎的嘗試 在進去菜市場 在進去廚房的時候 你整個料理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自己其實 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料理者 做飯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 只是進去開個火就開始做 這裡面每一個環節都是學問對不對 那也希望您今天可以從 你在這裡所得到的一些訊息 要記得隨時分享給你的家人 就是在餐桌上 其實可以多跟孩子 多跟你的家人去告訴他 你今天去哪裡買菜 這個東西是在全聯社買的 那你為什麼會買它 你覺得它有什麼好 比如說現在全聯社 它其實蠻強 蠻推一些生產履歷的東西 生產履歷的東西 它其實對農友來說 是非常麻煩的一個登入的過程 但它其實是一個溯源 是一個產地溯源 其實我們應該要鼓勵生產履歷 那全聯社確實在這個通路上 它也拨了蠻大的一區 去做生產履歷的東西 那我喜歡吃模糊 但是生產履歷的模糊是很少的 有機更少 所以全聯社在願意在生產履歷 進生產履歷模糊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感動的 因為那真的難見 雖然它不是有機 但是生產履歷是可以相當信賴度的一個生產過程 是我認為應該要鼓勵農民的 那鼓勵農民的方式 你能做的就是用消費去支持它 所以那個有機蘑菇一合七十幾塊 我覺得也還好 當然市場可能會更便宜 但是你可以買到安心的蘑菇 然後支持農友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那我就會跟孩子講 我就會跟家人說 今天的蘑菇是我在圓圓色買的 它是生產履歷 你可以掃QR Code 你可以請小孩掃進去這個QR Code 它就會查到什麼叫做生產履歷 為什麼你會去買這個東西 它就會感受到家裡的每一道菜 在它面前都是你的新鮮 不只是你在廚房的付出而已 還包括你去外面好像去打獵一樣 其實去餐廠就是像以前的人去打獵一樣 就是帶食材回家的一個行為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分享給你的家人 過去我們的媽媽是沈默的 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表達 所有這些餐廳上的食材 她的一個幸福 或者是她所花費的時間跟精神 但現在我們是有表達的能力的 您可以盡量的去跟你的家人去分享 讓她知道這一切得來的不容易 甚至於價錢我也會跟孩子說 我也會跟他說 所有這些東西的紀念品 大概花了多少錢 好 所以呢 這個是如果各位對戰浪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可以 您剛剛看了很小的短短一分鐘的片的話 好 那再來我來跟孩子分享了一本 就是各位如果對於家庭料理有興趣的話 王軒一老師所寫的這一本 國宴與家宴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棒的散文的書寫 那麼在這本書裡面 王軒一寫了很多 他寫的菜是比較是江浙的菜 他們中國南方的菜 當他們來台灣之後 他藉由懷念他媽媽所做的料理 然後說他個人整個同一個記憶 就是他們家庭的餐作 國宴的意思是說 當他們家有客人來的時候 媽媽就會煮得超豪華超澎湃的 他們小孩就會開玩笑跟媽媽說 哇我們今天吃的是國宴 那今天家裡沒有客人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今天吃的是家宴 所以國宴與家宴都是他們家的菜 那這本書裡面 因為王軒一老師他前幾年意外的過世了 那他的先生專訪是在這個書裡面 後面有整理出一些王軒一老師 在台灣非常有名的一些家常菜的食譜 所以這本書有很棒的散文的飲食散文的書寫 那後面也有很仔細的食譜的錯 如果你對那個江浙菜非常經典的江浙菜有興趣的話 國宴與家宴是一本很棒的書 那我一直覺得買這樣子的書啊 其實是投資報酬率超高的 你只要在一本書大概兩三百塊錢 你只要從這本書裡面學會兩道菜 然後這兩道菜你會做幾十年 然後每一次做你的家園都會很高興 碗子菜去外面吃一次就是三四百塊 所以看這種書學做的菜的投資報酬率是不是超高的 真的很划算喔 那我真的很鼓勵大家多看書 我是各種事情都會找書來看的一個人 系統化的閱讀你會成長很多 不過聽講這也是一個很棒的方式就是喔 OK好那再來 那這一本是比較冷門的一個日本的女演員 她也前幾年過世了一起吃到了 那這本書裡面也有很多家常的 跟你平常在看那種日本料理食譜書不一樣的菜 它是非常簡單的一個真正的非常日本的風情的料理 一起吃到了 因為她沒有小孩 那她跟她先生 她每一天拍戲就是大概五點左右要結束 她就會趕回家主辦跟她先生吃 份量都很少菜色也很簡單 可能就是兩個菜偶爾三個菜 那會有簡單的肉跟一些飯菜 整個文章的一個美術編排的設計 非常的溫柔漂亮 這本書如果沒有跟你說 我覺得你一定是會錯過的 因為它其實是蠻冷門的書 但我認為它是被受到冷落的 它是很棒的書 現在可能也不太容易找了 所以各位可能可以去圖書館看看 或者是書店Google看看 看才能不能買到 當然它值得放在你的書架上 當你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拿出來看 事實上一起吃到牢裡面有她 她每一天都會畫格子去記錄 1月1號今天煮什麼菜 1月2號今天煮什麼菜 朝和幾年的1月1號 那每一年做一本 所以今天假設今天是8月15號 她不知道想煮什麼的時候 她沒有靈感的時候 她就去翻出兩年前的本子 就可以看兩年前8月15號她煮什麼 或者是10年前8月15號她煮什麼 她就不用再花腦筋 她就大不了就在做一樣 非常有趣 因為那時候沒有臉書 不能記錄 但是我覺得是 那個裡面都有她這些紀錄的一些手稿 非常感人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 集會的話可以找一下這個書來看 那我想花一點點時間來跟大家來談米這件事情 因為米是我們每天一定會做的 各位每天吃米嗎 我想一下 我今天早上小孩是吃飯 然後中午做便當 那我中午自己用洋蔥跟南澳的蝦子 就炒了很辣的一個菜 然後我今天中午也是吃飯 但是我早餐 我今天早餐吃的是麵包 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吃麵粉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 吃麵粉超方便的啊 中餐是很麻煩的 中餐就意思吃飯是很麻煩的對不對 吃飯表示要有菜 表示你要去煮 表示你要去買 表示你要收 表示你有廚餘 好 表示你要洗你要切 所以 好 那麼台灣的飲食 我們現在吃麵粉 這個西化 這整個歷史的演變是怎麼來的 事實上台灣人本來 各位有印象嗎 我們小時候媽媽叫我去買米 都一直簽交代萬交代 都叫我要買 他會跟我說你要去買不來的 有時候他會跟我說你要買一顆再來米 看我媽媽是要做貴還是要做蘆蔔糕 還是因為要吃煮飯 所以就會又不一樣了 媽媽都會跟我一起簽交代萬交代 讓我們來想一下到底 我們是怎麼樣開始吃麵粉 各位會好奇嗎 各位我們是吃麵粉的民族嗎 台灣其實沒有產小麥 台灣其實並不是一個吃麵粉的地方 事實上台灣最早的時候 台灣開始吃麵粉是二次大戰過後 你可以在農委會、農良署都可以去查這方面的歷史 我們是從二戰美國他們自己小麥生產過剩 他們實在太多小麥了 老外嘛他們吃麵粉怎麼辦呢 他們的美元的系…那個圓…對不起錯了 那個圓是支援的圓、圓柱的圓 美元的系統就開始在揚州 就把他們想辦法要把他們麵粉銷到這裡來 所以在1960年的時候他們還贈送了 我們等值570萬美食的麵粉沙拉油、奶粉 給台灣兩年要推動台灣校園午餐 經過20年就完全的改變了台灣的飲食的一個西化 台灣人就開始接受了麵條跟麵包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再來就是民國政府簽台 萬省…對不起我打錯字 萬省族群帶來了傳統的麵食文化 所以因為美國的關係 因為民國政府簽台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一步一步的踏上了麵粉之路 那是怎麼樣的可以改變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各位知道一公斤可以一杯米嗎 我為什麼會想要知道一公斤有幾杯米 是因為…有時候我會去外面吃自助餐對不對 就是大概十幾年前帶小孩子去外面吃自助餐的時候 自助餐的米是不是一碗白飯是10塊吧 對不對 通常是難吃的 因為我都買蠻好的米飯在家裡吃 在外面吃飯沒有辦法講究 但是一碗在外面一碗飯是10塊錢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婆婆跟我的媽媽就常常會笑我 他們就會說我買的米大概是一公斤 各位買米一公斤大概多少錢 您的預算是多少 你們有買米嗎 你們大概米一公斤買多少 還是都沒有在乎價錢 因為我們家吃米吃很兇 所以米的價錢我還蠻敏感的 您都買一公斤大概多少 一百 一百 一百嗎 還有嗎 還有更多的嗎 或更少的嗎 一公斤一百 所以表示大概是介於有機跟冠型之間的一個價格 OK 好 那麼因為我婆婆跟我媽媽常常會笑我 說我被騙了 或者是我根本沒有必要買這麼貴的米 我買米的預算是從一公斤一百五到一公斤八十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喜歡這一包吃池上米 下一包我想要吃斗南的米 再下下包我想要吃宜蘭的米 再下下包我想要吃彰化的米 我喜歡全台灣的米都吃都換 我覺得這個被我來說也是我生活我在煮飯的一個樂趣 而且真的是不一樣的 那麼所以那個價格就有可能從一公斤七十塊八十塊到一百多塊都有 那我婆婆跟我媽媽一直覺得我沒有必要花這麼多錢去吃飯 那我後來我就想到有一個方式可以去說服我婆婆跟我媽媽 他們值得再花多一點點的錢去買好一點的米 因為我就跟我婆婆說 媽你知道我的米一公斤一百塊錢 所以我一碗是多少錢你知道嗎 各位知道嗎 你一公斤買一百塊 你知道你可以煮幾碗飯嗎 那一杯可以幾碗飯 蛤 真的是媽媽對這方面的數字都還蠻清楚的 好因為其實一公斤是七杯米 所以一公斤大概是煮四碗飯 那麼我的假設我今天買的米一公斤是一百塊錢的話 一百除以十四所以我的一碗飯是七塊錢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很好的米嘛 它可能是很新鮮 剛年的 然後它是一個自然能法或是產銷裡的米 所以我的飯一碗是七塊錢 只有去外面吃自助餐一碗十塊還便宜 大概四五塊錢對不對 我是七塊 那我一天四個人晚餐四碗飯 我是比我婆婆多了八塊 對嗎 我就跟我婆婆說媽 我買的米一吃吃看 它真的很美 它真的很新鮮 它真的味道不一樣 它真的比較風味不同 它煮起來耐取決 有甜味 但是我一天就比你多八塊錢而已 我們不值得一天再多多八塊錢 然後讓你吃比較好的米嗎 如果你這樣子算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它其實是值得的 或者是你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就是跟我常常跟我婆婆說 你希望可以活得健康一點 可以活得長壽一點 其實換算下來你就會知道沒有差那麼多 但是你所得到的飲食的樂趣是不同的 所以有很多我常常喜歡用數字 來跟各位朋友來溝通 因為其實農業是脫離不了數字的研究 那在民國七十三年 就是農委會的數字 台灣平均每一個人一年吃米是84公斤 但是到了兩年前已經剩下一半了 所以其實台灣的稻米是非常的盛產 非常的多 非常產到非常的多 因為大家沒有在吃飯 煮飯也煮的比較少 儘管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來報告就是 事實上這是一個煮飯最華麗的年代 最容易的年代 最有趣味的年代 但是其實我們煮的越來越少了 那麼麵粉呢 我們現在麵粉就成長到37.5kg 但是因為台灣實在是沒有麵粉 所以幾乎所有的麵粉90%以上都是進口 那提供這個數字 就是希望提醒各位就是 當然米食的加工現在也越來越多了 現在連乖乖都有用米做 各位知道嗎 就是我們如何去支持我們台灣本土的農業 那透過飲食透過消費 從米這一步開始 其實就很希望鼓勵大家 如果你看到有米食的加工的話 也希望你可以給自己多一點機會去嘗嘗它的味道 然後帶回去給家人 因為其實農業是不能斷掉的 假設我們現在習慣了進口的一個食物 進口的比如說進口的洋蔥好了 我們如果覺得進口洋蔥很方便然後很便宜 那麼台灣的洋蔥就得不到你的支持跟你的消費 它會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衰退 越來越沒有人要加入洋蔥的種植的這一塊 因為它沒有利潤 它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 那可能過十年台灣的洋蔥的產業就沒有了 那那個時候如果國外的洋蔥有一天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價格非常的高 你想吃洋蔥的時候你也沒有選擇 米也是一樣啊 那其實我們也有很多進口米的一個選擇 不過我一直覺得如果我們吃本土的東西就可以去購買的話 其實我們在消費進口的時候其實可以在體態裡面想一下 魚也是海鮮也是 那這個是我在自己在為我的家人去設計家庭料理的時候 我自己非常會去經常去思考那個部分 那不曉得因為時間的關係最後剩下十二分鐘 這也跟各位報告蠻多個人一些出淺的觀察喔 其實要講的東西很多 比如說光是漁港我在整個台灣的旅行或者光是市集 我在整個台灣的旅行或者是國外我對於市集的一些觀察 我都很想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來做進口 或許在下禮拜跟下下禮拜跟許仲跟黃兆輝在對談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來多聊聊 那剩下的時間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經驗要跟大家分享在最後的十分鐘 謝謝 剛剛那個媽媽說他餐桌上會剩 有一次我去一個朋友家 我問他 你知道你兒子他們在夾菜的時候夾幾口菜嗎 他說不知道 他當天晚上就拿了五個盤子 把當天晚上做的菜 因為我是客人 所以當天就開始 每一餐他絕對是分盤 你就必須把你前面的那盤菜飯吃完 他的孩子長到188公分 今年是哈佛畢業 所以參考一下 因為他們會打混 有沒有夾你搞不清楚 那你都分配完 他就沒得挑剔 也是啦 比如說我如果要煮秋葵的話 我就會煮20隻 然後端上去 我就會說一個人5隻 類似這樣子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這樣子去計算 我也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對 這樣就還蠻清楚 或者我知道這個傢伙比較喜歡秋葵 他比較不喜歡 我就會說你5隻 你4隻 你3隻 總共有幾隻 那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方式 謝謝 還有呢 或者我們今天看的影片 各位有沒有覺得有意思的地方 想要分享的 還是你想要分享你特別會做什麼料理 是你的拿手菜 任何的部分 那邊有一位 其實我要分享的是 上次颱風片的時候 我在全聯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現在就是說 我們各地的那個產地都在講 就是那個產地之效的東西 也有一些 那個就是說 都有做出它的品牌 那那時候就是我們 我進去前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魚還有肉 都賣得差不多 唯一剩最多叫做 美國雞腿 放在那邊沒有人買 那其實我想大家如果說 從小就開始吃好的東西 我說好的東西不是很貴 而是說 是好的食材 做出來的料理 那你知道什麼東西是好吃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選擇 屬於最適合它的東西 食物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要 每個家庭的媽媽就是 不管是媽媽或爸爸就是要辛苦一點 因為我也看到很多那個小孩子 他從國小就是在吃便利商店長大 老數便利商店的食物其實 調味其實都有點偏重 而且我覺得是毀了一個 一個人對於美食的想像 那從小沒有吃家裡的食物長大的 其實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什麼叫做好吃的東西 那這是我個人的感想 謝謝 謝謝 非常同意您說的 您是很有體會 您請說這位先生 我是女生 對不起 對不起我重返剛剛 那個什麼 我其實也很喜歡買前兩組 那個什麼有機的 或者產生肌肉的東西 可是我每次都好掙扎 因為那個包裝還是蠻多的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保利龍 或者是塑膠袋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還是很增長 就是我很喜歡他的產膠禮物 但是那些垃圾我覺得 所以我會有時候會去市場 然後但是市場真的有時候不一定 就是比方說那些小農 有時候我們在木炸市場 那時候會從西蘭有一些人來嗎 然後就是不一定會來 就是他有的就來 有時候就來 對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怎麼去抉擇 因為我想要 我想要為農業經歷 我想要買產銷履歷的東西 或者是像有機電影師一樣 那些包裝我實在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這麼多 這麼多 對 非常的困擾 因為所以我的方式就是 我已經去 比如說全聯社的粉專 我就會留言好幾次 就是發訊息 就是說他們有沒有可能去回收 這些保利龍這些狀的底盤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次都讓我覺得 超有最有感的 對 因為它其實非常的消耗這些包裝的部分 同時我比較鼓勵傳統市場 是因為它比較節省能源 因為它也比較沒有冷藏的問題 電力的問題 但是各種通路 對很多不同生活型態來說 有它存在的一個價值跟必須性 有一些人他就是沒有辦法去那個通路 他需要下班之後一個地方可以去 那這個時候冷藏的通路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救水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很難做 但是我同意您說 那所以大家就各得其所 不過我其實一直都會 我一直都會跟全聯社他們溝通 我也會跟櫃台說 其實我買完那些肉之後 我都會拆了包裝 我會準備我自己人拆了包裝 就會跟他們說 盡量請他們回收 這是我現在在做的一個方式 對 您請說 您好 我是從那個澳洲來的 我的先生是澳洲人 所以在那個做料理方面 我有一些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在澳洲就是 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做菜好像 我在我自己的廚房裡面一個旅行 今天我可能做的是印度菜 或者是日本料理 有時候中國菜 各式各樣的菜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朋友會來家裡吃飯 那不同的朋友可能會有不同的需求 有些人可能是無福祉料理的食物偏好 或者是有些人甚至不能吃蛋白質的東西 然後甚至有些人不能吃糖的東西 然後對我來說 就像你講的一樣 就是有的時候做料理是跟人的一種互動 然後當我發現我用心為客人準備料理的時候 他們有那種感激跟看到他們臉上很喜悅的樣子 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感動 然後內心會覺得很開心的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每次看到網路上 像你們這樣年輕人去分享你們在主辦的一些故事 就會很開心 你就會覺得超級充滿了希望 因為而且很開心你們在年輕的時候 沒有家裡沒有小孩的情況之下 就用你們交朋友的方式 社交的方式 然後喜歡食物的方式去進入主辦這一塊 對 很棒 對 我自己是有了小孩之後才踏上這一條路 對 但我也讓我的孩子 因為我小孩現在大二 他現在對 從小就對烘焙能有興趣 可能因為媽媽不擅長烘焙 他就不想要挑戰我擅長的部分 所以 加上烘焙很精 要需要很精準的一些 涼那些東西我超沒有耐心的 所以他們工廢度很好 也會煮一點東西 對 謝謝你的分享 就是 你年輕人會主辦 對不對 好 還有呢 那我想要 那我想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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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很便宜 當做便當 但Full Revelation 在台灣的社會 會成功 還是像 你的感受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 我不知道你們買的全聯 是不是扇煤的 就是 他會打個扇煤的 我知道他在五谷工業區 有一個很大的中央 所謂的親戚 跟 我一直很懷疑 為什麼 我們的食物觀察家 或是這些 包括你下 下一場 因為那個廠房 是最新的 就是 大概去年年底 他在五谷工業區 整個一個很大的 所有他打的就是 有 溯源就是 善美的 那個東西 後來我問說 因為他在工業區裡面 設立一個食品的 加工廠 我一直在想說 有沒有政府單位去 去 你講 去 定期的去看它裡面的 因為其實他排放的汙水跟管道 那是一個工業區 並不是一個 在果菜市場邊的 以我們就近 住在那附近的 我一直很懷疑 他的東西 反而像頂好的菜他不好 頂好的菜非常的 不新鮮 可是 我們當場買完拆掉的包裝 黑色保麗粉 他是願意回收的 可是在全聯 他下面幾乎都是 塑膠的那種 白色的 他是不回收 你給他 他還是拿去丟掉 就這兩個問題 請問老師的口感 好 謝謝 您提到的是 學校營養午餐 在台灣一個推行的 對 我們自己帶麵當的 其實我就看到 然後你們就說 我在推的那些是失敗的 讓他們吃不完 的時候 他推的是 小朋友並不喜歡 他做的那些食物 對 家長跟小朋友都 都覺得他推的食物 不好吃 因為他們小朋友還是 比較喜歡偏向素食的部分 那他們的家長的觀念 其實也覺得 小孩子喜歡吃的東西 是比較重要 那詹米 奧利果他推的食物 是多元的 是色彩的 是多種食材的方式 然後整個 這樣流傳的一個 這是他的一個 校園午餐失敗的故事 那其實我個人 為孩子在做便當這件事情 我其實認為他 並不是那麼的 政治正確 因為其實台灣是有 校園午餐的 而台北市的 跟新北市的 校園午餐資源 已經算是 蠻好的一個部分 但是因為 我始終認為 校園午餐的一個價格 因為隨著他的價格 始終沒有辦法去 往上拉 那不然往上拉 有很多的原因 有很多結構的原因 那我覺得他沒有到達一個 食材的一個 合理的價格的時候 我仍然比較希望 我可以自己去掌控 我們家孩子的一個 午餐的方式 那我認為 營養午餐是一件 應該要走的路 就是在學校 就是整個的各部門 從民間到政府 在營養午餐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應該要更有力去推 我其實並不贊成 媽媽為孩子做便當這件事情 他也不是那麼的 資源有效率的一個運用 對 這個是我對於營養午餐的一個看法 我希望台灣的營養午餐 可以越來越成熟 可以讓所有的父母都安心 那媽媽也不用再為做便當這件事情 還要再多一份工作 這個是我的部分 那至於你提到所謂的 無苦工業區那個工廠的事情 因為我對這件事情沒有了解 所以謝謝你的分享 我回去之後我會就這個部分 再去多做一些了解 那麼你說頂好有回收這樣子的一個 那是很好 但是頂好他們生鮮的一個 一個陳列或者是品質 又讓人不盡滿意 所以其實這是兩台 那我個人其實在買生鮮的部分 我還是比較會 其實我比較去買主婦聯盟的生鮮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冷凍 或者是台灣我比較可以接受的 信賴的養殖戶的東西 我會直接跟漁夫跟農友他們訂購 比如說我有固定的漁夫的電話 或者LINE 在我們內湖跟東湖的菜市場 那他今天抓到什麼魚 他會用LINE傳圖片給我 那我早上就會去找他 但是這也不是大家都有的方式 所以農夫市集都會有一些蠻好的漁民 他們的漁獲 那這個是我比較主要購買的一個方式 其實生鮮在品質跟價格之間 一直都還蠻考驗採購人的一個經驗 那還有嗎 您請說 我分享一下就是老師最後這一張投影片 因為就是剛好我自己 有在學那個無膚料理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就會去找 像自己做米製品 米麵包或是米蛋糕米餅乾之類的 然後會去找一些比較合格的店家 就是買他們的像米 他們有做米麵糰就是春米的 對然後最主要就是說這個是真的減少很多身體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那米的加工的製品其實台灣越來越多元 只是大家要去逛通路的時候 把每個包裝多拿起來看 然後保有一個好奇心 其實你會發現有蠻多的 台灣有蠻多好的加工食品 是你可以放在你的採購的清單裡面的 那我對加工食品其實我覺得也不要有一些錯誤的迷思 就是覺得加工的食品好像就不天然或者是沒有那麼好 那其實覺得科技的進步 加工食品是在善於利用盛產的一個食材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對於米加工食品能夠多一些關注跟了解 謝謝 謝謝 那今天非常謝謝班紅花的精采的分享 那活動最後結束之前 我們是以熱烈掌聲謝謝她今天的分享 謝謝 那下個禮拜二同樣的時間 會有班紅花跟徐仲老師的對談 那也歡迎大家到場再支持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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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